要改善的情况恐怕还有台北市的道路问题 这两年好是否积极的要进行路评专案 不过恐怕要先解决人孔盖密度太高的问题 梁三步就一个人孔盖 也成为马路上的危险来源 今天有议员又检举 在内湖居然出现了直径有300公分 这么样大的超大人孔盖 三天之内已经接获两起机车摔车的投诉案了 这是一般的人孔盖 但这个难不成是巨人国的人孔盖吗 超大人孔盖真的有够大 皮尺凉一凉直径足足有300公分长 每天经过内湖成功路金融路口的民众 不久前才发现超大人孔盖突然长了出来 而且就在慢车道大转弯处 如果骑很快的话就会打滑 就会勒惨 很容易打滑 一半就不会注意吧 转过去才看到来不及 大晴天还好下雨天可就危险了 下了鱼了因为他根本他带了鱼 他带了鱼 然后骑了摩托车 就在这个地方滑倒了 他说怎么奇怪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很滑滑滑的东西 原来看是人孔盖 根据了解人孔盖所属单位有台电 电信下水道和有线电视 直径最大90公分 但这个巨人国的人孔盖 到底哪里来也没写 倒霉摔车真的是投诉无门 这个是卫工处在做污水下水道的时候的一个工作井 他是临时性的 施工完了以后 他是因为在下面都推进要有一些进出 不只是人孔盖有滑倒危机 孔盖和路面也有三公分裸叉 市府施工如果都是这么草率的话 小老百姓真的只能自求多福 民事新闻状态 周星山安得不到